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經濟學人終於看懂了一部分 說千萬別小看 習近平正在推行的新經濟模式 經濟學人的邏輯是什麼 國家資本主義和私人資本主義 如何比較兩者之右臉 孫中山說 中國之病在於中國人是一盤散沙 這樣的病要靠什麼來治 您想得到嗎 視頻大財經關注 天象大財經 首先 喜歡世界 歡迎回到視頻大財經 近期 中美劍拔弩張 軍事角力持續升溫之際 即之前 美國派出兩艘航空母艦 戰鬥群衝返南海 又多次派出巡邏機 在中國周邊密集展開行動 而上週 美軍U-2高空偵察機 闖入解放軍演習近飛區 中國向南海發射了四枚中程導彈 分別是東風26B以及東風21D等等 美國這一連串的軍事行為 確實是令人擔憂 這一陣子 視頻大財經 幾乎每周都鎖定中美衝突形勢 密切觀察 加以分析 所以 石先生 您如何解讀 美國對中國一波高於一波 一浪高於一浪的敵意行為 美國的終極目標 就是要徹底打垮中國嗎 先談你最後那個問題 美國的終極目標就打垮中國 這個我在十幾年以前 我就這麼說了 可是當時很多人 可能一般人沒辦法理解 不太相信 因為到最近兩三年 我看估計很多人 大概看出有這種可能性了 但是還有很多人不太相信 到最近我估計 大多數人應該會相信了 如果說既然終極目標是如此 為什麼美國採取的手段 不是一次到位性的 而是逐步升溫加壓式的呢 如果是一次到位的話 首先第一我們想到 就是核武戰爭 核武戰爭就是保證相互毀滅 這不會做的 另外一個就是傳統軍事戰爭 如果倒退個10到15年 美國在這個地區 搞傳統戰爭來對付中國的話 我估計還是有勝算 但現在我覺得這個勝算的可能性 他們估計自己也不會太大了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就採取逐步升溫的 極限施壓式的一種做法 那麼關於這一點 我注意到最近有一期的 經濟學人雜誌 有一篇文章也正好談到 這個有趣的一個做法 有關的一個做法 您說的這一篇文章 這經濟學人的文章 它題目是什麼呢 這篇文章嚴格地說 它還是談論中國經濟的 討論中國經濟 它的文章題目是 習近平正在重塑國家資本主義 別小看著中國 別侵蝕中國 明白了 也就是說 這重點就是別侵蝕中國 那您認為這警告的話 針對的是美國跟西方嗎 照經濟學人的說法 就確實是如此 我們也都知道西方各國 最近這一段時間來 基本上總是在侵蝕中國 你比方說在矽谷一些科技企業 老說中國在抄襲他們的高科技 在華爾街那些什麼投資銀行 老是說中國的經濟裡面 有很多很多問題 隨時有泡沫 隨時有泡滅 至於學者人家 老說中國的數字是造假的 等等等等 你可以想見 基本上都懷疑中國 都是不相信中國 都在侵蝕中國的 確實如您所說 其實大家都很熟悉 這些西方專家 看衰中國經濟的說法了 總之在他們看來 中國經濟就是須有其表 就是指老虎 沒錯 這就是一般我們所理解的 說中國崩潰論 那麼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看中國看不懂 他們總覺得你怎麼可能 會長期穩定繁榮持續增長呢 所以他們說你遲早會崩潰的 但事實證明他們錯了 因為他們的中國崩潰論 早就不攻自破 而且自己先崩潰了 沒錯 但他們不服氣 他說你自己沒有崩潰 好 那等一下 我給你施加壓力總會崩潰了吧 我施加壓力總會崩潰 這就是這個經濟權 這期文章裡面所特別點到的 他注意到美國的右派 鷹派 相當程度上就是主張 不斷施加壓力給中國的 那麼也因此影響了特朗普政府 你所以看到特朗普政府 現在採取一個做法 就是不斷地極限施壓 記得時間深之前也在節目當中 不止一次地提到過 長久以來美國對於中國各種 什麼什麼牌 什麼什麼債 其實效果都是相當有限的 對 所以我們倒算過來 過去兩年也好 一年也好 它採取這種極限不斷升溫施壓 採取的手段 有的是用延遲批評 有的是用習文的發表 有的找出理論來支持 也就是對於所有的中國政府 中國企業跟中國人 採取全面的高壓式的批評 否定 污衊 甚至於 等等的各種做法 但是對中國來講 中國還是我自歸然不動 一立不搖 有什麼效果呢 但這樣的一個現象 看在西方社會的一些 專家 學者眼中 難道沒有人覺得很奇怪 或者是進行反思嗎 你講得沒錯 確實是如此 我思考過這個問題 我說為什麼呢 因為我相信 西方社會普遍都有一種 相當大的一種 西方對中國的優越感 以至於他們忽視掉這個問題 但是畢竟還是有極少數 你比方像馬凱說 或者英國的著名的 這個中國問題專家 世界史專家 叫做馬丁雅各等等 他還是注意到了 史先生 您剛提到 馬凱說他不算西方人 他是新加坡人 沒錯 沒錯 所以還是一個鳳凰鱗角 你講得沒錯 極少數人 也因此我們今天所要提到 《經濟學院》這篇文章 我覺得就特別有價值了 他是在我認為在西方社會中 第一篇非常嚴肅地 在反省西方 怎麼看中國 認為西方可能過於侵蝕中國了 所以老是有崩潰論 抄襲論 造假論 所以他特別提醒西方 千萬別這樣子了 千萬別小看 這個侵蝕中國了 那史先生您覺得 這經濟學院之所以能夠 抑鬱絕大多數的西方觀點 認知到西方可能是侵蝕到了 中國的重大錯誤 主要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我覺得一個原因當然是 這份雜誌的本身的水平 確實是非常非常高 實際上非常著名的一個 高水平的雜誌 所以它的編輯 它的研究室 它的一些相當的水平都很高 沒有優越感 那麼第二 它能夠 它能夠直透問題的核心 比方它能夠看到 一個GDP的數字 看到中國GDP背後 實際上它真正的原因 也就是中國發展的模式 特別的不同的地方 那經濟學院人看到的 中國獨有的經濟發展模式 就是題目當中所說的 國家資本主義嗎 對 在它題目裡面 特別提到國家資本主義 可能對一般中國人來講 是比較陌生的 但西方它們對這個名詞 比較熟悉 這個國家資本主義裡面 內涵一方面有兩個 一個就是政府的角色 一個就是市場的角色 所以就這個內涵來講 我們中國人比較能夠 理解的概念 就是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所以它講的概念 其實就是注意到了 中國實際上在實施 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但它要標新利益特別強調 這個東西習近平正在不斷修正 所以它取的一個名字 叫做習近平的經濟 叫做習經濟 基本上就是我們所講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意思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這樣子來解讀 就是經濟學人文章當中 所提到的習經濟 就是我們一般所理解到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但是它題目裡 提到這國家資本主義 到底又是具體有什麼樣的含義呢 好的 我們還是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西方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 是相對於西方所熟悉的 私人資本主義 兩個來對稱來做個比較的 那麼西方人他們實習這叫做 私人資本主義 私人資本主義特別強調 一個私人的角色 盡量淡化政府跟國家的角色 盡可能強化私有經濟的角色 市場的角色 所以這個是西方 他們認為這個最重要 非常好 甚至於把它當作是一種信仰來看待了 所以相對來講他們就忽視 或者鄙視其他的一種模式 所以可以這麼說 所謂國家資本主義 就是跟私人資本主義相比 更多的重視在於國家與政府的角色了 也就是說它把私人資本主義中 相對比較忽視的一部分 把它重視起來了 所以它既重視市場又重視政府 既有私有企業 又有這個政府的供應企業的意思 那私人資本主義 主要是發源於西方 尤其是美國 私人資本主義在美國 可以說是高度發展 那麼我們想問 西方的國家資本主義 又是如何發源與發展呢 以我的了解 最早應該從19世紀末那個時候開始 那個時候德國就開始搞國家資本 他們那個時候主張 國家應該對經濟有更大的主導角色 應該來追求更大的一個經濟的增長利益 叫國家資本主義 那麼接下來在20世紀的時候 除了德國之外 日本跟俄羅斯也曾經採取 蘇聯採取過這麼一個模式 一段期間 還有一些就是後進的發展中國家 他們因為私人資本相對比較貧弱 但又希望能夠快速發展經濟 所以特別強調國家政府的角色 也可以算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類型 那成效如何呢 成效不能一概而論 有的表現不錯 有的表現差一點 而且就是有些人表現不錯和差的 也是看階段性的 有的時候在這個階段裡面 表現得好一點 那個時候階段就比較差一點 關鍵是在哪裡呢 關鍵就是在於你能不能充分的 合適的處理好政府跟市場 國有企業跟民營企業的關係而定 那中國呢 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也是如此嗎 不是 那個時候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之後 中國採取的不是國家資本主義 應該理論上講國家公有計劃經濟 因為那個在那個階段裡面 沒有私有經濟也沒有私有企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相對來講 缺乏效率嘛 所以走了30年基本上走不下去了 所以才有1978年底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所謂的改革開放 把中國也開始帶上了市場經濟 也帶上了這個私有企業 混合所有制的這個大方向了 所以這應該就是所謂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對嗎 沒錯 所以那個是中國開始 主要市場經濟跟私有經濟的時候 並沒有放棄 而且還繼續堅持國家或者公有企業 所以理論上來講 既有政府又有市場 既有國有企業又有私有企業 所以你講得沒錯 這就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 一個基本的內涵 那所以要如何才能夠確保 這一個經濟模式足夠好 而且一直好下去 對 任何一個模式 它都要與時俱進的 所以中國一樣 中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 因為一開始對市場經濟 缺乏足夠的認識 掌握度還不夠 所以它就要不斷地修正 不斷地修正 結果修正 修正 修正 到了習近平上來以後 2012年繼續在這個技術上 再不斷地修正 豐富它 所以我們就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基本上就是不斷地與時俱進 在修正自己的內容變得更好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更具體了解 經濟學院所謂的重塑 到底是如何重塑 因為經濟學院正是看到了 習近平也好 中國也好 不斷在修正 豐富自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所以他才提醒西方 提醒美國 你們不要老是輕視中國 我告訴你 這不簡單 這個內容很不容易的 千萬不要再小看中國了 所以回答你的問題 那經濟學院它認識到的 中國正在修正的 最重要的一些部分 現在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主要有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嚴格控制經濟循環 還有債務的一個機制 那第二部分是健全完善 國家行政機器 第三部分就是合理定位 國有企業跟民營企業 我們現在第一部分 這個所謂的經濟循環 是市場經濟中常態 那有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調控得很好 它可以波動得很大 造成很大的傷害 中國也吃過這個虧 所以現在中國輕易不採取 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 以這一次的新冠疫情為例 中國用在公共支出 增加來解決這個問題 也不過就GDP5% 經濟學院說這個數字 比美國大概少的是美國的一半 另外中國現在也要求 所有的企業 所有的債務的借貸行為 都必須在政府清理後的以後 比較一個健全的債務機制 裡面去進行借貸 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這確實是很重要 2008世紀金融海銷後的擴張政策 的確是留下了許多的後遺症 這或許也是中國 對於市場經濟中 政府應有的角色 還未正確掌握的結果 那麼第二個呢 第二部分就是關於 政府的角色跟機能 這部分在中國 在學習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 非常重要 因為中國過去政府是無所不管 那麼但是西方的資本主義 就是什麼都不管 中國要學習如何能夠 管其所應管 不管其所不應管 舉個例子 那麼現在在最近若干年來 我們可以看到破產 企業破產的數字增加了 或者是專利訴訟的 建數增加了 以前這些東西都沒有法可管的 現在增加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法制可管的 政府扮演了很重要的 規範性的角色了 再比方說減政放權 中國認為政府 很多事情可以不管的 那麼於是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企業就可以有更大的活動空間 在中國成立一家企業只需要9天 這個就簡直放權一個非常好的結果 就代表政府 政府是有所管 有所不管 那關於國企與私企方面呢 這個非常重要 幾乎所有的國家都不太容易處理好 這個關於國企跟民企的問題 我注意到中國在這方面 也是不斷地摸索 也付出了不少代價 那現在話輪廓清楚了 中國對於國企跟民企的 基本上定位定的很清楚 過去國企可以做很多民企 可以賺錢的事情 現在就這樣 不 國家企業就是來 來為國家的大戰略 大投資 大建設來服務的 這是國有企業真正的角色 那民營企業呢 民營企業就是追求創新 追求利潤 追求效率 追求生產力 這是在定位上定得很清楚 但實際運作上呢 中國也有一套很有趣的做法 他們要求國有企業 盡量地有效率 因此才能夠吸引民營資本 能夠進到你國有企業來 就變成一個緩和所有事 因此就更能夠 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率 這個設計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那麼對於大的民營企業 有可能在社會裡面 造成一些不良的後遺症的 政府就採取一種 另外一種適當的監控管理的方式 讓這些可能造成的問題 盡量地降到最少的一個地步 所以聽起來 這三大方面的重塑和改革 要不是很重要 也就是改正過去犯過的錯誤 也就是很有創新性 也就是探索一種體制的革新 那麼先生您對於經濟學人 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 這種分析與評論 您又有什麼樣的評論呢 我的評論就是 我很佩服經濟學人 我覺得他們不但是 相當理性客觀地看待 中國崛起的一個真相或事實 而且他們有能力去透視到 為什麼中國會如此 這個不是一般的學者專家 能夠到達的一個水平 所以我覺得很肯定 他們這樣一個一篇文章 但是我必須還遺憾地說 儘管經濟學人已經看到了很多 看到中國為什麼這麼厲害 提醒西方不能小看 中國清除國 但是畢竟還是有所沒看到的地方 這稍微有點遺憾 就如您所說 到底經濟學人 看中國經濟還有哪些沒看透的地方 先休息一下廣告之後精彩內容 繼續為您精彩呈現 歡迎回到時評大財經 剛剛在上一節我們提到了 英國經濟學人提醒西方及美國社會 千萬別小看中國 這應該是西方社會面對中國崛起 迄今為止非常罕見的一篇反思或檢討 經濟學人終於從美國不斷持續 自己加碼壓制中國卻始終收效甚微 中進行了嚴肅的反思 並且找到了他的答案 也就是中國正在塑造獨有的經濟模式 雖然史先生您基本同意 經濟學人的觀察與分析 但又說經濟學人的觀察 仍有不足之處 那麼請問不足之處又是什麼呢 首先我要再強調一次 就是經濟學人這篇文章 為什麼特別可以高的評價呢 我覺得它既是一篇很接地氣的文章 但是學術的層次水平又很高的文章 為什麼說經濟學人是一篇非常嚴肅的 這個學術水平很高的文章 因為它是從什麼角度切入呢 它是從制度分析 基礎性的制度模式的角度來切入分析的 您提到這個基礎性的體制問題 那麼指的是有關國家資本主義 及私人資本主義等經濟發展模式的問題嗎 對 我們剛前面提到 私人資本主義在西方是非常流行的 不但流行 而且他們幾乎把它當作一種信仰了 所以對很多西方人來講 他們對於除了私人資本主義外 其他的模式 不管是什麼國家資本主義也好 或者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市場經濟 他們根本聽不懂 或者他們不屑於去聽 但是現在此刻經濟人告他們說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居然有這些優點 你千萬不要小失它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西方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提醒 而且對專門研究 經濟學的社會政治科學的 也打開了一窗門 也打算打開了一窗窗 因為他們過去不願意看的 今天讓他們看看 另外窗外的一個世界 的確就這個意義而言 中國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時也發揮了重要的貢獻 那麼因為中國正是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的典範 好 讓我們拉回到原本的主題 您直設地指出 經濟學院這邊這麼重要的文章 卻還是有不足之處 主要是因為它精彩的地方 就談到體制的問題 模式的問題 這是對的 但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好跟壞 體制跟模式是很重要 但不是代表全部 除了體制跟模式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跟人有關 人的素質有關 越聞其詳 相信這應該也是當代全球 更關心的一個課題 如何來解讀當代中國 好 讓我再從回頭開始談起 基本上我們都了解市場經濟 因為亞當·史密 一開始就強調市場經濟是好的 能夠帶領國家財富 而中國過去歷史上 我一再講 經濟表現非常好 都跟市場經濟有關係 除了1840年之後 但是中國很遺憾地 在1949年到1978年 這30年時間 斷絕了跟市場經濟 跟私有體制的關係 所以那30年 中國經濟沒有辦法走得很好 這個是對中國來講 是一次非常重要的 寶貴的經驗或教訓 所以到了1978年之後 中國不得不進行所謂的改革開放 確實這個結果並不成功 所以才會有了1978年 您剛剛也提到 中共第11屆三中全會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了 對 當1978年 中國決定改革開放的時候 中國是決定 我要更多地去學習和吸收市場經濟 跟私有企業 但是我堅持國家的角色 還有國有企業的角色 這個還是很重要的 這個我還是堅持必須要有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所講的 既有政府的角色 又有市場的角色 既有民企業又有私企業的角色 明白了 也就是說中國改革開放的結果 是不斷地修正完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果 對 那麼由於在這過程中 我們缺乏經驗 所以不斷要學習 不斷要修正 所以經濟學員注意到這條 特別是注意到的 在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後 還在持續不斷修正 豐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的一個經驗 所以才讓經濟學員覺得 西方你千萬不要再侵蝕中國了 要不然的話 你們會吃虧 那到此為止 是從體制角度來解讀 當代中國是很有說服力 接下來應該從人的角度來解釋了 對吧 那從人的角度來解釋的話 是這樣的一個理解 就是說我經常講過一句話 這國父論很棒 對不對 他說只要走市場經濟國家 都能搞得很好 但我們現在注意到了 上世紀全球化覆蓋了全球之後 基本上全世界都在走市場經濟了 但有一個問題 希望大家能夠想想 當全世界都走上 亞當勢密的市場經濟的時候 但全世界經濟並沒有 又通通變得很好 問題在哪裡呢 問題就跟人有關 對吧 的確 就像您說的 這個市體制不一定會成功 那關鍵其實還是跟人 這個部分的配套有關 對 市場經濟本身是很重要的 但是光是它靠它不行 還必須要有高素質的人力 這個高素質的人力 跟市場經濟配套 才能夠發揮最大作用 您提到的高素質 這具體的內容是什麼呢 至少就要具備下面四個條件 第一 非常勤奮 這非常重要 第二 刻苦賴勞 第三 要聰明 腦精 不能太笨 第四的 要有非常強大的積極性 去追求財富 換句中國話來講 就見錢掩開 我要說的是 世界上有70多億老百姓 70多億人並不是每一個地方的人 都同時具備這四個條件 具備兩個到三個都不容易了 能夠具備這四個條件的 我告訴你 真正的很少 中國人算是一種代表 很同意的確 我們看到當代中國 基本就具備了 一 亞當斯密所強調的市場經濟 二 是加上了市場互補的 社會主義或國家角色 三 再加上能夠 和這一套體制相配的 也就是最好的素質的人 那麼中國在經濟上的表現 肯定是出色了 只有那些不懂歷史以及不懂理論 尤其是西方人 他們才不明白了 你拿很對 這三個條件 我們再重複一次 第一 是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 第二 是這次經濟學院 特別提到的 在市場經濟之外 要跟市場經濟相配套的 非常好的政府體制 還有國有企業 第三 就是我特別強調的 除了體制之外 還要有高素質勞動力 高素人力 這三個條件 現在中國基本上都具備了 所以整套理論 其實看起來是很完善的 不是嗎 為什麼石先生 還是認為這當中有不足之處呢 先休息一下 精彩的內容 廣告後見 解決後 廣告後見 絲鹿 多艶 欢迎回来 刚刚在上个阶段 我们谈到了中国经济模式 具备有三个很好的条件 但是时任森林说 还是有不足之处 那不足之处是什么呢 好 我们还是从中国 这个人的数字谈起 我刚才人的数字强调 有四个重点再重复一次 一 勤奋 二 刻苦耐劳 三 聪明 四 有追求财富的积极性 很强大积极性 同时具备这四个条件的 我说只有在中国人身上有 不如就把它叫做 中国基因 这个中国基因 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配套 那个爆发的能量就很大 但是很可惜 这个中国基因 经常会受到一些束缚 那您说的束缚是哪些束缚呢 好 主要就有两个 第一个束缚 我刚刚举了一例子 制度上的束缚 比方说1949到1978 这个30年时间 中国走了一条 后来被证明是 不是很成功的制度 对吧 就是这个 通通是公有计划经济 所以就把这个中国基因给绑住了 释放不出来 这是第一个严重的束缚 当然79年之后就解放了 那您说的第二个束缚是什么呢 第二个束缚我经常问到一个问题 外国人经常问这个问题 他说我们的工业革命 在英国 在欧洲 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呢 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对吧 是 您之前有讲过一个大题目 也就是关于 这个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 一点没错 我经常讲中国在传统 在先秦时候 在东汉以前 中国人的这个科学工艺 天文物理 各方面医学都非常棒 非常领先全世界的 但后来为什么不行呢 我思索这个问题 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东汉以后独尊如数了 别的学问不重要了 可是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随唐以后 改科举考试了 科举考试 以这个科举考试来取材 这很好 但是取材的内容 考试的题目 都是四十五金 所以就把中国人的智慧 全部都绑在四十五金上面去了 这个就不好 四十五金本身好 但不能全部都要四十五金 那这两个束缚 到什么时候才解放呢 一直到上个世纪 1905年 废了科举以后 然后1919年 武士运动 重新开始认识到 儒家文化以外的 所有科学 其他文化之后 这两个束缚才解放了 第一个束缚 制度解放 解放的人的行为 能够追求利润了 第二个束缚 就是思想解放 就让中国的思想 更奔放更多元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中国人的智慧表现 无论在科学各方面 都是大方异彩 石先生您讲得很精彩 还有吗 还有更精彩的 我就要讲 就是经济学人 我一再评论他 这篇文章非常精彩 但是他毕竟受限于 对中国历史 对中国文化 对中国的价值观 可能了解还不很透彻 所以有些地方 他还是没有能够看得到 那我们说 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就是所谓 对于这个中国社会主义 这内涵的一个部分 他没办法看到 是 您刚刚特别提到 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它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呢 它内核我认为是这样子 就是当代的中国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中国 实际上已经能够把中国基因 就是人的素质基因中 最优越的那个个体主义 就每个人都很聪明 每个人都很棒 在补上的中国基因里面 从来就很频繁的集体主义 你实际上 中国过去很少有的 这个个体主义也有了 基因主义 而且做最好的融合 这个时候人的素质 人的基因就效用发挥极大 因为个体主义的优点就是什么 创造力 积极性 生产力 集体主义的优势在哪里 协同能力 凝聚能力 爆炸力 所以中国既有个体主义的优点 又有集体主义优点 再加上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能够把这优点充分地释放出来 又把束缚给解放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 也是西方国家将来会看到的 真正的中国 所以看起来经济学人 还得再找时间 好好继续进一步地了解一下 来补上一篇了 那么实际上刚刚也特别提到说 这种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结合 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十分罕见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马上进入到评说新语 欢迎回到评说新语 实际上我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今天题目是孙中山论中国之病 哦 是什么样的病啊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的素质都很优良 但是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人是一盘散沙 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这一段话 中国人一盘散沙就表示 中国每一个人的个体都很棒 但是凑起来 这个一个集体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盘散沙 凑不成一个所谓的集体的概念 这是不是就您所说的集体主义呢 没错的 这个我们今天 刚才前面演讲的最后一部分 特别强调个体主义跟集体主义重要 这个个体主义在中国来讲是 没有话讲的 中国的素质 中国的基金非常好 但是中国还有一个 中国在历史上没有的集体主义 而这个集体主义 在今天西方国家也看不到 为什么呢 你看新冠疫情就知道了 中国能够很快地控制新冠疫情 就是集体主义造成的一个结果 西方到现在为止还乱成一团 为了要不要戴口罩 为了争取个人利益 还是说我为什么要戴口罩 这就是没有集体主义的概念 所以能够把集体主义跟个体主义 通通融合在一起 在中国历史上都很少见 在今天全球范围里面也很少见 那当代中国呢 当代中国为什么有呢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要谈的一个答案 我觉得跟1949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有关系 中国共产党 它也许有它必须要改进的地方 它也不是一个非常完美 但它有些优点你也不能不看到 共产党它的意识形态里面 是调动民族主义的 这个民族与调动起来 就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概念 不但是调动 光调动没有用 它行动上它组织能力 可以从党中央一直下放到省市 一直下放到街道 这种组织能力就能够把整个集体的量 汇聚在一起 最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新冠疫情中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今天做个结论 中国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既有很好的市场 又有很好的一个政府机能 再加上中国的基因 这个中国基因里面 又有把过去没有的集体主义 跟个体主义做最好的融合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当代中国的真相 也是西方国家将来会陆陆续看到的 视频当中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一节再会